给虞书欣送生日惊喜 居然翻车 你们要给我什么惊喜吧 来吧 没有 是这样的吗 我太难了 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现在就进行我VLOG的例行环节 这是图四眼上 我想把腿涂得白一点 因为闪光灯的闪是很具体的 都闪到脸上了 没有闪到腿上 本人腿本身又黑 亡羊补牢一下 今天给你们看我的包包 这个是上次VLOG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之前街拍拍过的白金配色 VLOG一直是做卯丁包 卯丁鞋很出名 我印象中刚有网红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时所有的网红 他们一定会穿VLOG的卯丁鞋 但是这次卯丁变大了 变得更酷 然后更实用吧 我最近做的这个指甲上面 我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卯丁 闪闪的 这个是一个Valentino的礼物 因为这一次是Valentino年度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活动 是一个沉浸式的展览 叫做Valentino Resignify 在全市 这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小小的包包 蓝色的 如果你们在上海 你们也可以来看这个沉浸式的展览 这应该是他展览的小周边 哦 是一个马克杯 干杯 我上一次参加Valentino的大活动是在北京 不居然还在我面前走秀 也绝美 还看到了李东旭 哦 超级帅啊 今天也是 我印象中今天有舒淇 有余淑欣 还有刘文 金兰 唐嫣 美女云集 还有朱正廷 小鬼 还有很多帅哥 但是你们知道吗 今天这次采访有点不一样哦 今天是余淑欣的生日 所以我给他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 但成功 我就成为一名很出色的生日策划师 哈哈哈哈 我可能就转行了 我们现在紧急策划一下 在20分钟 怎么才能取迂回曲折 怎么才能波澜壮阔 高低起伏 汽车转合 要识破天津 我会希望他的心情有一个这样像过山车一样的 这样才能惊喜 等一下我就是 假装波澜不惊 你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老师 时间有限 就先问这些问题吧 起身 头也不会的就走 然后余淑欣肯定待坐在那里 他想说 哈 经纪人下次不要再接这个人的采访 哈哈 其实可能就是 当他一进来 就把他准备好 就准备好 因为他所有人都知道他今天生日 也是 全世界都知道 微博已经开屏了 对 哎 我们这样吧 我们踩着踩着 然后突然有人把灯一关 我说 啊 怎么了 停电了 这个时候来一个人捧上蛋糕 我们就现场 建计形式哈 这个创意式了 就是我相信今天一定会执行的非常完美 因为我有多年的生日策划的经验 每年都有在用心准备 虽然现场执行的都不在地 但是这个创意还是往往能给重新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纪念 哇 穿得还挺漂亮的 所以她穿高人的照片 对 只有这一双是最高的 哇 云是新的 嗯 嗯 要真的回来拍摄 等等 回来补一下 好 谢谢 真的啊 这么短 妹妹我们直播了 楼下好多人 好多朋友在这里 但是我们现在要上楼了 因为呢 要给余淑欣准备惊喜了 我要提前去那儿 看测一下现场的环境 我最喜欢的男摄影师 要我今天身份什么吗 是什么 是学院的私生粉 就在楼下大汗 对啊 好多人啊 出来了 先去给小玉一个惊喜啦 我帮你装那个箱子里面 可以 我值得 你以为是何寿华对不对 这些英语的就是她的名字 这里太精巧了 我本来说 我本来说 你真的关不了 但是我们跟人家撞蛋糕了耶 我们也是紫色的 贼尴尬 我给她订了一个紫色的蛋糕 因为我觉得她平时穿搭挺喜欢紫色的 然后那蛋糕就特别漂亮 我蛋糕也放在那里了 惊喜 好可爱 好可爱 等一下我先进去采访 然后采到第八分钟的时候 你立刻破门而入 我相信你的演技 你可以演得非常好 你听我能撑到八分钟的工作 生日快乐 徐老师 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惊喜 哪 就是刚刚那一声生日快乐 怎么了 不喜欢吗 不喜欢 你会失望吗 我就是刚刚前一秒我才发现你过生日 没有特意准备 订货来不及了 转换你我一次 前后能代表礼物 就是一定要送的那一瞬间 我们可以50年之后再联系哈 快跟我讲一下你等一下啥计划 在某一个酒店的某一层 然后我的亲朋好友们 还有工作人员们一起过我的生日 我的天哪 那肯定是最亲密的好朋友们 对 但是也有很多人发消息说来不了了 别人说来不了有什么反应 Whatever 算了吧 20多个人有几个人说来不了了 反正Gabriel说可以来 Gabriel Gabriel 但是今天他在很远的地方拍摄好像 他在门口啊 他今天要拍一个艺人对不对 我刚看他大箱小箱好多东西 不会是你们要给我什么惊喜吧 Gabriel 进来吧 你是这样的吗 我这样发脾气了 余淑欣一下子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进来一次 发脾气了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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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这是什么啊 什么呀 给你的生日蛋糕 跟你说我们策划了好久好久 在那里切切丝语 因为我就一直跟别人说余淑欣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一个面哎 这生日快乐给 percent 那个蜿釫我就去写那个综艺的脚本 这个是特地给你准备的紫色的 你看我看 kişi很高 button 现在在工作 是吧 博安排大家 这个跟你很奖啊 你要带吗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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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许愿吗 在 我还说到一个黑色的 你说到了吗 没有 这个是同款 然后它有不同的size 很美 身高体重去分配的 体重这个字给我删掉 删掉 但你每次的穿搭造型都特别用心 前阵子在广州的那几身我就很喜欢 我会删掉 我可以独家给你分享一下 我怎么拍照好看 我都没有跟别人说 因为现在是强调一种故事性 比如说我穿粉色的那个抹修连体裤 我就会想到就是法国浪漫的场景 所以我今天就去买了法棍 去借了自行车 还去买了鲜花拍的那组照片 那这是我自己想的 那个摄影师比较厉害 那摄影师Gabriel和摄影师余淑欣哪个比较厉害呢 我觉得我行 Gabriel的风格大概就只有几种 但我有成千上万种 COOL 我真要发品气了 这个女人对我一无所知 个人MV你要不要给我拍 现在我们是对着镜头锁死吗 这样是可以的吗 免费 你很喜欢研究化妆 我今天看你的妆面真的很不一样 假如说你给我化妆的话 你会化什么风格的妆 你已经找到你自己最美的时候了 你咋这么会说话 从你这里学到就是把睫毛往下贴 然后就会显得眼睛大着 但是你贴的很自然很清透 这些美瞳也很好看 就是绝对不能分享 千万别问我是哪个美瞳 我告诉大家我就买不到了 我以图搜图 我今晚我要抢先所有的网友 我回去拿这个水桥就开始搜 对 就是屁眼 你以前如果大冬天走红毯的话 你会怎么保暖 全是红毯没有那么多啦 说实话 听说你们的群泥称很奇怪 你不能讲吗 你在其他群里有什么很好玩的群泥称吗 或者你的队友 赵小棠好像斗鸡眼 因为他之前说有粉丝土头 他还斗鸡眼 但他觉得很好玩 刘雨昕就在我这儿叫可爱的刘雨昕 现在变成了复活刘雨昕 我看你平时对自己的造型 其实是很讲究的 你在自己的时尚道路上也踩过雷吧 有 我踩下雷了 我小时候我买的衣服真是报酬 我妈说我就不像她生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衣服就越来越好看 我妈就说你怎么衣服就变好看了 我说因为我就专检丑的买 专检丑的买 那你有没有以前买过 你现在觉得很后悔的一些单品 没有 你从来没做过任何后悔的事情 会后悔几秒 那你上一次后悔你还记得吗 我今天中午吃了几根法棍 拍照的那个法棍 吃了两口也觉得好后悔 你要无聊 那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我们这个无聊的事 那我在旁边 啊 天哪 我一定要去 一起唱 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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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合理吗 有没有人跟我一起舞众 叫善谭安琪 哈哈哈哈 快点善谭 最有真心曲感善谭 叫善谭 叫善谭 哈善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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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女团真人真的好美绝美 今天见她比我第一次见她隔了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她瘦了好多 而且现在装面也是越来越清透 越来越适合她 其实我每次跟她聊天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她是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想法很明确 而且她会亲力亲为做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今天这身Lantino粉色的衣服 并不是说我今天穿一件什么衣服 然后我在哪里稍微拍一个照片 今天营业就结束了 这一次她穿一个粉色的衣服 她就会想说 这个衣服看起来比较法式比较浪漫 那我们整个拍照也要按照这个来 所以呢她就现场搞了自行车啊鲜花啊 法棍啊 我真的在看那组照片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氛围感 还有一个我很感动的事情 她说看了我的视频 发现我的妆面在做眼镜下质 所以她现在在做一些活动妆面的时候 也会贴一些眼镜下质 当然我这种就是搞得很浓 我平时是浓妆艳膜 但是她的妆就会很清淡 包括睫毛啊 然后她的美瞳都超级超级美 我就超级小问她那个美瞳的链接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女生爱美啊 或者女生有自己的撒娇啊 这种传统意义上会觉得OK 这就是小女孩会做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些事情 其实是体现一个女孩子 她自己热爱生活耶 没有什么好或者不好 今天是余淑欣生日嘛 其实我比她大四岁 然后我会觉得看到现在的年轻的女孩子 无论是她是从事什么行业 无论是博主啊还是艺人啊还是学生啊 如果她们追逐自己的美丽 然后敢于尝试自己的风格 敢于展现自己 展现自己的妆面 展现自己的身材 展现自己的性格 我都会觉得很自信很棒 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美 有自己的审美的标准 我会觉得真的是生命力非常旺盛的感觉 我真的得睡觉了 现在已经一点半了 马上就是圣诞过年 提现祝大家元旦快乐 拜拜